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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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到容易煮时间 今次有什么搞得好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之前有过超级市场 有没有发现有些超级市场有很多山文鱼 有些头、篮、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拿来做 其实现在流行有气炸 我其实觉得挺好的 又方便又快速又便宜 好似山文鱼头 加上鱼腩两份为止是50元 鱼尾是30元 有些骨就比较贵 当然有些又大份又小份又便宜又贵 其实都很经济 今次我一致希望用完这三样的做法 大家或者下次喜欢吃哪一个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买哪一个部分来做 今次我希望可以试一下 用两种方法去做 例如三文鱼头 用来气炸 因为煎其实不是不行 要经过溶完雪才可以来煎 这样就会好些 但如果用气炸锅 就可以不需要溶雪 回来洗净它 醃好它 放入气炸锅搞定 等会稍后教大家 至于鱼腩和骨 我们就会用锅来煎 亦都可以气炸 但希望试两个方法给大家参考 到时喜欢用哪个 随大家喜欢 好不 首先买了回来 现在疫情之下 一定是安全点 我全部都会清洗干净 现在三文鱼都洗干净了 但一个步骤最重要是什么呢 抹干水 所以我已经占了一些纸在底 帮它们印干水 一定要印干水 如果不印干水 如果没有印干水 就会汆水 而且尾巴会很淡 不会那么松脆 就先将三文鱼头醃好 先放入气炸锅 醃一醃 醃一醃 怎样醃呢 很简单 要用盐 大约半茶匙 盐浸泡 大約半茶匙鹽浸泡 然後放一些黑胡椒粉 然後翻轉 記得半茶匙 兩個魚頭 兩邊都要浸泡 然後放黑胡椒粉 完成 氣炸 首先把魚頭放進去 現在用180度 時間是15分鐘 180度 時間15分鐘 先試一下 開始 我剛才先炸一炸 但我都說過 每個人的氣炸鍋是不同的 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用180度 炸15分鐘 先試一下 如果大家知道氣炸鍋的溫度 用開的話 正常是用200度 炸20分鐘 一定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安全起見 就要用180度 炸15分鐘 看一看 就是這樣 好了 到這裏了 這裏要怎樣 魚腩 洗乾淨 一定要抹乾水 洗乾淨 用抹乾水 不要有水分 將它這麼大塊 切開 我們怎樣切 如果我比較喜歡 一件件小件 一塊塊煎 就會方便些 太細件 就會縮起來 這樣切開一件件 這些魚 比較粗的邊 我切了一條條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魚已經切好了 因為有不同的部位 這樣會口感有不同 如果這些薄 我覺得用來用鍋煎好些 如果氣炸的話 就會很收縮 所以我分開了一些厚薄的材料 可以用來煎 這些位置可以放進氣炸鍋 比較方便 因為它太厚 只不過煎得久一點 如果氣炸鍋 就方便 不用煎 所以我覺得這些骨 比較厚的骨 可以放進氣炸鍋 炸鍋 但因為它不同 魚頭 通常這些骨 大約這麼薄 大約大約用180度 炸10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而這些就只用明火 用鍋煎一煎 通常這樣切好之後 又是要用醃 用鹽 又是用半茶匙左右的鹽 半茶匙 去醃均勻 因為很多人都大約 不知道用多少 我覺得 醃的時候 不需要太多鹽 用少少 因為到時不夠味 可以表面 再加一些椒鹽 紫嫌粉 辣椒粉 除了自己的氣好 然後又是要加黑椒 然後反轉另一面 用一半茶匙 然後加入椒粉 然後黑椒 這樣做 攪定 可以開鍋煎 這三文魚 本身的油份很豐富 基本上 我們不會用油 我只會用一兩滴的油 抹一抹鍋 就這樣放下去 我們首先開了火 大約給一滴 一滴小油 一滴小油 滾均勻 大家看到有少少油就可以了 滾均勻 那隻鍋熱了 可以關小火 因為魚肉厚薄 大家可以看到厚的 可以放在中間 我們會先煎魚腩 和脂肪 慢慢煎 大家可以看到三文魚 看到很多油 會這樣出油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太多油 用一滴油 煎一煎鑊 將它流勻 其實有很多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 死吧 經常煎都黏鑊 每隻鑊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會黏鑊 有些人可能會黏鑊 有些人會不黏鑊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翻到 看到魚煎到 開始變色了 變色 這樣就可以翻轉 慢慢煎 如果真的黏鑊 你怎樣處理 不要急 關火 等一陣 再翻 不要太大力 如果大力就會爛 因為有些很薄的三文魚腩 我們煎到它變得焦香 脆薄薄 用隔油 用隔油 煎著它 放進去 煎到了 魚頭15分鐘 我們過去看一看 好 180度15分鐘 我們看看 都證明溫度 我覺得還是差一點 再加一點 熟就是熟 熟就是熟 不過還差一點 所以我覺得最安全 都是200度 用20分鐘 我們加時 加多5分鐘 比開 再加速加5分鐘 OK 好 回到這邊 炸完 到這些 腩位很厚 我建議 如果 這些厚的骨位 你們放進氣炸鍋 就不需要上生粉 如果你想著用鑊炸 我們就要上少少生粉 為什麼 因為肉太厚 如果不上生粉的話 很難煎 會黏 不會那麼香脆 我們這次 試試 用尾巴 和一塊 大小小的骨 留回來 氣炸 我們這些 再加生粉來煎 試試 效果 會怎樣 好 我們就加生粉 當然 加生粉 其實就不太多 只要在上面撒勻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每一個部位 怎樣處理會有不同 這樣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都不同 味道就會 好吃些 我們倒一些油 只剩下少少 就可以 開火再煎 記得 一定要鑊夠熱 如果不夠熱的話 它就會黏住鑊 所以一定要夠熱 然後再放魚腩 然後再放魚腩 再放進去煎 然後再放些少少火 讓它慢慢煎 然後再放些少少火 大家慢慢去看看 好像看了變色 本身是橙色 然後變深色的時候 焦脆就可以反轉它 慢慢煎 慢慢煎 接著那邊可以了 我們去蓋子看了 看看183度 嘩 炸到焦焦脆脆 這樣我們拿到魚頭 就是成功了 會熟了 這邊就可以了 焦焦脆脆 反一反 再煎一次 再煎一次 這樣就完成 不過還有條魚尾 放進去 炸一炸 魚尾又不同 魚頭 因為太薄 所以我們用180度 10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試了很多的效果 要玩 又可以玩又可以吃 這個就是氣炸的效果 這個就是煎的效果 這次我做了很多的方法 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用什麼方法 還有 喜歡什麼口味 隨你喜歡 或者可以先試原味道 加沙律醬 紫嫌粉 椒鹽 辣椒粉 都可以的 記得了 好 拜拜 我們贏 我們贏